油炸机配备的二氧化碳灭火装置 看一下二氧化碳灭火装置 我们这一个就是一个二氧化碳的 二氧化碳的罐体的一个箱 这里面有我们二氧化碳的罐 没有两个罐 然后这个罐是分别连接在我们有一个管道 有一个管道 然后管道呢 通过一个软管 通过一个软管 然后连接在我们那个油炸机 油炸机的上盖 油炸机的上盖 上盖里面 里面然后有一套这个管路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面门 面门之后 然后它这个油温过高 然后一爆炸的时候 然后我们这个 它自动的让这个电磁盘 然后打开打开之后 我们这个二氧化碳呢 就通过这个管道 到我们那个油炸机的盖子里面 然后在盖子里面 然后它就喷下出来 喷下出来之后 然后把这个大气啊 氧气给你干绝了 然后它就起到一个灭火的作用 这是二氧化碳灭火 二氧化碳灭火装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